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是那些宫女还是成患都满头雾水 但这毕竟是陛下的安排 谁也说不出为什么来 至于庆庙刺杀一事 早在当天晚上 所有知情者都被下了封口令 明令禁止不得将晚上的事情告知于外人 陛下有令 当臣子的自当尊崇 一直到现在为止 除了亲身参与庆庙祭祀的那些官员外 所有人都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 正是因为如此 外人并不知道范贤是如何受伤的 又怎么会被陛下留在皇宫 时至今日 范贤总算是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 我现在 范贤左臂还用不上力气 右手握拳 神色冷清 算是武功尽废了吗 旁边的侯公公 不知道该怎么插话 只是善善地笑了两声 而后道 小范大人醒了就好 我这就去禀报陛下 您在这里先好生休养 说着 侯公公随即快步离开 范贤翻身勉强做起 心中似有波涛涌动 不出所料的话 他这种情况 应该是霸道争气暴走所致 而这种发展 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计划范围 见范贤靠着软踏 闭目扬身 待在店里 伺候的宫女们也不敢上前 只能远地望着 足足许久 范贤这才深深地叙了一口气 思绪渐渐平稳下来 眼下这个情况虽然不妙 但也并非不可以接受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的目的也算是达到了 他现在身处的环境 足以表明一切 还有刚才离去的侯公公 更是表明 他这段时间的谋划 终是有了结果 不多时候 随着爹门外 侯公公的一声高呼 范贤这才回过神来 陛下驾到 闻声 范贤当即从踏上下来 还没穿好鞋子 庆帝已经进了门 不必起来了 好生躺着休息吧 谢陛下 范贤滚螺拱手 脸色波澜不惊 仿佛浑身经脉禁断 被废去武功的并不是他 盯着范贤看了便客 庆帝突然叹了口气 这次 你受苦了 范贤只是拱手行礼 却不敢作声 见状 庆帝随即道 既然你已经醒了 那么两日后 你便与林婉儿还婚 听到这话 范贤并没有露出 任何开心的表情 庆帝微微触眉 随手一招 身后的侯公公立即上前 搬了张软椅过来 庆帝一挥袖袍 随即坐下 朕 知你心中有怨气 早些时候婚事被阻挠 不过是因为秋季的缘故 如今 秋季已过 你与林婉儿的婚事 自然是要提上日程的 范贤仍是那副 脸色淡然的模样 只是脸上多出了几分笑意 陈有一事 不知可否一问 尽管问便是 庆帝一挥袖袍 脸色淡然 早些时候 你护驾有功 莫说是一件事 十件百件 也可问的 听到庆帝这话 范贤忍不住 笑出声来 陈 只需要一个答案即可 庆帝这番言论 单从表面上看 的确像是 因为范贤立下大功 招来黄恩浩荡 可实际上 只要他敢问第二件事 即便庆帝表面上不动声色 心里也会惦念上 指不定要不了几日 便会下半子 这位庆帝笔下 口口声声 说的是念旧情 可历代历朝 哪个帝王又曾有情过 亲帝摆摆手 示意范贤继续说下去 范贤略微垂了垂头 紧接着才开口道 陛下当时为何不逃 这话已出 站在靠后位置的侯公公 当即脸色一变 逃这个字 怎么能用在陛下身上呢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只有亲帝在场 饶使侯公公有心要劝说 可这会儿 也实在是插不上话 亲帝稍愣了一下 很快便反应过来 但笑道 当时情况过于危险 朕被吓得脚软无法 走不动路 堂堂一带帝王 能被吓得脚软 不过面对范贤这种问题 亲帝不仅回答 而且还给了解释 算是够面子了 亲帝随便找了个说法 将范贤敷衍了过去 范贤也就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计划出现了偏差 现在的他 最应该做的是 想办法将预料之外的事情解决掉 免得对以后带来更大的影响 武功被废 对范贤来说 并不算是太糟糕的事情 首先 他自身是八品上的高手 自身又被封为北平侯的爵位 再加上 背靠范贤和陈彬彬两人 放眼偌大的庆国 能与其并肩的 不过寥寥几位 就算是太子 正面交锋 都不一定能够胜过他 前段时间的自污名声 就是为了削减实力 随之二皇子脱离朝堂 太子势力越来越大 此消彼长下 两人才算有薄语的余地 如今他武功被废 实力大跌 这样一来 太子便会占据绝对的上风 没了二皇子 亲帝绝对不会让太子 就此一番风顺下去 所以接下来 范贤其需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 静静养伤 然后等着太子出手 最好再遇到一次 能够涉及性命的危局 这样一来 他才算是真正的达成目的 见范贤不吭声 亲帝索性直接说道 林相那边 朕会跟他好说的 这几天 你先安心养伤 然后准备当新郎官即可 言毕 亲帝随之起身 朕还有公务要忙 你先好好休息吧 范贤文言直接拱手道 恭送陛下 在侯公公的陪同下 亲帝随之出门 临到门口时又突然顿住脚 声音平淡 另外 别再做那种 饮酒买醉的事情了 和小二胡闹有什么区别 范贤头也不抬 神色有了些许变化 是 随后 亲帝迈步离开 范贤稍稍松了一口气 有了这话 自己接下来 可以算是放宽手 去做些事情了 比如说 想办法宰了长公主 姑姑 听说范贤已经醒了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东宫殿内 太子神色凝重 眉头紧锁 脸上带着说不出的恼怒 谁能想到 都已经变成半个废人的范贤 会突然跳出来 做那种以身护主的举动 本来亲帝就对范贤格外容忍 如今再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简直可想而知 看着神色恼怒的太子 长公主淡然一笑 将滑落至臂弯的球皮 拉回到肩膀上 不急 太子身子前倾 音量不受控制的拔高 再这样下去 我便把六部官员 全部结交完毕 那又能如何 和有些气急败坏的太子不同 长公主神色平淡 一切尽在执掌的模样 林若甫虽然有了二心 但她说的话 并非全无道理 长公主指尖轻条 沿着茶杯送至唇边 陛下想要看到的 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 太子脸色一致 长公主 晃若未闻 继续道 惊慌失措 失去理智 接下来 你是不是还想找几个 武功高强的刺客 杀了梵贤 听到这话 太子嘴角撇了撇 到最后 还是沉默下来 你只要安排了人 那些人 根本接近不了梵贤的身 就会直接被抹杀 顿了顿 长公主又笑着说道 到最后 事情还会牵扯到你身上 等到长公主说完 太子忍不住问道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 范贤受宠 甚至因此一飞冲天吧 受宠 只是一时的 随手放下茶杯 长公主 声色荡然道 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并不是如何解决范贤 而是探望 听到这话 太子眉头再皱 为何 长公主随手从果盘中 挑出一个供菊 然后轻轻拨开 摆到太子面前 你大可把这个供菊 看成庆果 外面的菊皮就是陛下 而里面的菊瓣 就是你 我 范贤等朝中重臣 说话间 长公主眉眼中 带着些许笑意 橘子没了橘皮 里面的果肉 定然不能留存 现如今 范贤保下了陛下 可以理解为 保护了整个橘子的完整 而你身为当朝太子 自然要展露出 自己的态度 听着长公主这番讲述 太子眉头皱起 当场便思索起来 可这样一来 范贤岂不是更容易 被打压下去了 闻言 长公主接着说道 如若里面的菊瓣坏了 除掉丢掉没有的办法 可不把橘子皮剥开 没人知道里面的果肉 是好是坏 长公主说的比较含蓄 太子族族思索了好半上 才算真正的明白 长公主话里的意思 范贤已经是个坏了的橘子瓣 只不过父皇不曾开口 所以他现在才能 安身的留在这里 对吗 等到太子说完 长公主稍稍点头 也罢 既然如此 那我便去看上一看即可 说着 太子突然话锋一转 突兀到 姑姑 早些时候在清庙的时候 没能问个明白 我想知道 你和二哥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当初长公主被贬 名头是 因为和北戚勾结 根据太子后来的了解消息 长公主和北戚勾结走私时 其中还有二皇子的影子 太子语气虽然客气 但态度中却透着几分 不容置疑 面对太子的质问 长公主仍就是那副 波澜不惊的模样 片刻后才笑道 如果我不这么做一场戏 范贤又怎会与他 不死不休呢 一语即出 太子瞬间 意识到了其中意味 与此同时 养心殿 送走了沁帝后 范贤直接拆官人 去了范府一趟 那只性子等了半个多时辰 范若领着范思哲 才赶到 随行的还有王启年 哥 你还好吗 看到范贤的模样 范若若当场便红了眼圈 范贤笑着招手 让几人坐下 偷偷瞄了范贤一眼 范思哲松了一口气 自言自语道 还好还好 伤得不是右手 可以继续写小说 听到这话 范若若瞪了范思哲一眼 范思哲黑黑干笑两声 没敢继续说下去 大人真是福大命大呀 遇到九品刺客的刺杀 都能够活下来 老天有眼呀 王启年也笑着恭维 范贤并没有理会王启年 而是转头看向范若若 最近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范贤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谋划其他事情 对家里的注意力 自然少了许多 虽说准备行动前 给范贤打了招呼 但其他人想必还蒙在鼓里 只不过 没等他开口解释 范若若已经笑着点头 家里一切都好 二姨娘一直说 想要让你回家养伤 说皇宫好归好 可终究不如家里安心呀 听着范若若这语气 范贤当即多看了他一眼 注意到范若若扎巴大的眼睛 他心中顿时有所了然 明天一早我就回去 范贤生气了一口气 这才把此行的目的告知两人 若若 你回去之后 帮我筹备一个诗会吧 就说 我想把与人探讨这段时间 所做的诗词歌赋 听到范贤的安排 范若若当即惊恶出声 哥 你这段时间写的诗词 会不会有点太 别忘了 范贤早些时候 所做的歌词 皆是言词俗曲 这种东西 放在坊间流传 还算无伤大雅 招人开诗会 岂不是惹人笑脑 范贤 似是早就会猜到范若怎么说 当即一百首到 无妨 这件事情我早就有了安排 在外人看来 范贤整日流连最先居 饮酒作乐 实际上 范贤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吗 当然不是 跟范若若说完 范贤当即转头道 范思哲 我这儿有个赚钱的大生意 你要不要做 范思哲顿时瞪大双眼 杀商业 能赚多少钱 我做 这一集的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里 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